大家好,接续上一期惩戒期基础篇,本期继续来看天赋数,天赋加点以及相关实战准备 没有看过上期技能数解读的,就看一下,骑士的基础机制变化挺多的 所以上一期的技能数也是预料之外的,有点长 先是天赋数解析,从惩戒期开始,第一层,偏斜这个五点招架一般是防齐比加的 或者PUP中也有较低的考虑价值 惩戒期一般都是点右边的起伏,因为惩戒基本都是顺发法术,所以收益很高 第二层,审判作为惩戒期的核心输出技能,所以强化审判是一定要点满的 持之军之心,这个在以前是惩戒期专属的,在WK变成团队buff之一 其他拥有同类效果的是刺杀贼和元素杀,一般都会点出来 除非你明确知道自己的团队里会有刺杀贼和元素杀 强化力量祝福,这个天赋很好,但也是可选项 因为这才是第二层,所以防齐和奶齐也可以加出来 但通常来说,都有专人专职的潜规则 收益输出的惩戒期还是点出来比较好 第三层,辩护,这个是削弱目标攻强的被动能力 一般是防齐才需要点,惩戒的话,除非团队特殊安排 否则不需要点 定罪,五暴击,加满不解释 命令生意,唯一的AOE生意,在技能数解析那里已经说了很多,必加 正义对机,在PVE中主要就是15%的移动速度加成 那谁还会先跑得太快呢 所以这是一个高价值的可选项 除非你被安排要去加辩护或者其他特殊配点 否则都是加满 第四层,以眼还眼,这个是PVP天赋,基本不用考虑 剩下的战斗的圣洁,真法,以及下面第五层左边的双手武器专精 都是被动增加暴击或者伤害的好天赋,都是必须加满的,我就不多解释了 圣洁惩戒,死里的光环附带3%团队增伤效果 这个同样是个团队buff,与奥法和兽王猎的相应buff冲突 但这两个专精相对惩戒来说都不怎么常见 所以一般也是由惩戒骑士点出来提供这个团队buff 第六层,复仇战斗中增山能力,暴击触发,30秒持续 那就基本代表着一直存在,9%的全体增伤太强大了 神圣意志,这个天赋主要是PVP中用的 在一些特殊的需要解除昏迷的buff战中 可以点出来用自由之手来给队友解昏迷 所以这个是按战斗情况来决定是否要点的 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点出来的 第七层,其实从第七层开始往下呢 几乎都是必加的生存天赋,那我们还是来过一下 看有哪些特殊的 战争艺术,这个天赋首先加核心技能的伤害 然后提供了圣赏和驱斜的顺发效果,可谓攻防一体 惩戒能将驱斜术纳入速度循环,全靠这个天赋的支持 注意啊,战争艺术出发后 使用驱斜或者圣赏的其中之一就会消耗掉buff 想用另一个要等再次出发 届时应该会做一个WA来提醒战争艺术的出发 忏悔,这个技能在竞争书解释过 虽然只是个控场技能 但为了加下面的狂热也必须要点出来 自责审判,首先可以给自己回来 注意是按基础法力值来算的 所以你生产装备的资历或者其他buff 并不会影响其回来量 这是惩戒齐能保持涌动的根本保证核心天赋 其次,这个天赋附带一个团队电池效果 那这个效果我在生存列基础片里也详细解释过 总之,因为惩戒齐必点这个天赋 所以团队电池一般就必会算上惩戒齐 第八层,狂热 这个技能能极大的提高审判的暴击率 使得审判这个多用途技能的优先级进一步上升 还会降低惩戒齐的全局承认值太强了 所以为了这个过度点出忏悔是完全有必要的 圣洁怒火 这个天赋提供了愤怒之锤50%的OI爆击率 使得在斩杀阶段扔愤怒之锤几乎是必爆 还让翅膀的冷却降到了两分钟 这样就可以跟大部分爆发视频一起开了 最后这个复仇之怒下可以忽视50%的伤害减免 首先是有一个护盾穿透的效果 比如你跟法师决斗法师开个寒冰固体 然后惩戒齐开翅膀砍的话 只有一半的伤害会被吸收 另外一半就直接无视吸收砍进去了 另外就是一个压制免伤的效果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让目标的减伤效果降低一半 比如敌方骑士开了一个圣洋树 那在惩戒齐是开翅膀的情况下 这个圣洋就只能提供25%的减伤了 这个机制在PUP中很强大 开翅膀的惩戒齐 往往能制造意料之外的击杀效果 而在PUE中 据说这个效果不会对护甲成效 那我觉得应该是个bug 等游戏上线后测试便知 第九层 迅捷惩戒 这同样是个团队buff 和鸟得的光环冲突 所以也是看团队情况了 除非有鸟得的固定团 否则一般都是点出来的 十字军主力打击技能之一 在技能数内已经详细解释过 此处就略过了 圣光出鞘 核心天赋 使得惩戒齐获得 攻强转法强的强大能力 要知道 惩戒齐次的大部分技能 都是吃弓强和法强双加成的 这个天赋 不仅带来了 以前惩戒齐极度缺少的治疗能力 还对伤害起到了极大的提升作用 再也不用装备法装装备了 危急时刻的一发声光速 也能起到旧死扶伤的作用了 个人认为 是对惩戒齐游玩体验 征服最大的天赋 第十层 正义复仇 这个是类似法师 点燃猎人穿着射击 战时重伤一样的暴击DOT效果 新触发时 旧的剩余伤害 会累积到新触发的DOT点 并且2T9的套伤特效 可以使得正义复仇的DOT 可以暴击 也因此 审判这个天赋里 有极大暴击加成的技能 会在2T9的作用下 进一步提升游戏级 这等后面说到游戏级时 还会再次提到 第十一层 神职风暴 逐地打击技能 同样在技能数里介绍过 此处不再重复 来看另外两系的辅助天赋 我就只说 跟惩戒相关的天赋了 防御戏中 第一层神圣之历史 避点天赋 15%的额外力量 恐怖如斯 其他的天赋 对惩戒的POE 都没有太大作用 如果非要论流派 可以尽全力点出 第四层的两点神圣守护者 这样可以获得 一个额外的团队减商技能 注意要点 就得把第三层的神圣牺牲 和第四层的神圣守护者 一起点出来 否则就都别点 第三层的神圣牺牲 是个主动技能 开启后 只能分担周围小队成员 受到的伤害 所以比较激烈 一般要配合无敌一起开 不然会弄死自己 而第四层的神圣守护者 是强化了神圣牺牲这个技能 使得在开启神圣牺牲的同时 使得团队成员 获得一个神圣守护者的 免伤20%的buff 持续6秒 惩戒其实在使用时 可以用红在开启神圣牺牲之后 瞬间再取消掉神圣牺牲 只留下对团队成员 生效的神圣守护者 这样就得到了 一个6秒的团队减伤 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大 所以一般不这么点 除非你的团队没有防齐 又急切的需要这个团队减伤 总之 根据团队情况来决定 神圣牺 第一层的纯净圣印 是B点天赋 能提高复仇圣印和审判的伤害 算是进一步强化了 单体输出能力 那其他的天赋 值得出的就是第三层的光环掌握 这个技能 我在基础片的技能数解析里 详细说过 也是个非常好用的团队减伤技能 并且开专注 还能免疫打断和沉没 开飙车 还能团体加速 总之 虽然在免三比例上 比不上防护系的神圣守护者 但在泛用性 以及功能性上 要比其强助不少 而且点出精通光环 需求的点数 也比神圣守护者少 所以按照辅助团队的角度来说 点出精通光环 比神圣守护者 更加具有普遍性 好了 天赋加完 那么具体的天赋加点 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一套 承接这边 能加的团队buff全出 重要的输出天赋 也一个不漏 辅助方面 加出精通光环 而神圣系的第二层 纯属是过度天赋 加五点智力 或者三点智力 加两点不灭信仰 都是可以的 承接其因为本身智力很少 而关键的回蓝天赋 自责审判 又是根据基础法力资料算的 所以智力上限的收益 也微乎其微 甚至你想去加三点资料之光 以增强你顺发胜散的资料效果 也不是不可以 总之 这五点的自由度非常高 刁纹方面 首先审判刁纹没得跑 加强阻力技能10%的伤害 肯定首选 其次 复仇生影刁纹 提供10点精准 配装自由度大大解放 也基本次选没得说 如果你的精准值已经超限 那么你可以下掉这个刁纹 来使用其他的大刁纹 比如曲血刁纹 可以使你略微提高一点输出 第三个大刁纹 一般使用奉献雕纹 延长奉献的持余时间 就等于节省蓝耗和GCD 小雕纹方面 感知亡灵雕纹必选 能提高对亡灵1%的伤害 记得打亡灵时 开启亡灵追踪 另外两个推荐 力量祝福和圣灵雕纹 都是延长buff时间 或者降低CD 算是有顶点用吧 其他的雕纹 陈阶级在PVE中很少用到 就不介绍了 这一套天赋 就是为了加出神圣守护者而点的 为此牺牲了神圣系的 5点纯洁生意 不然点数不够 这种情况下 如果明确知道自己的团队 有鸟子的话 可以将3点迅捷成绩 补到纯洁生意上 这种加法之所以不推荐 不仅是因为加不出纯洁生意 还因为防护系的过度点数 有太多的浪费 所以这套天赋 只推荐打固定团 有确定需求的玩家加速 其他的天赋 就没啥推荐了 接下来去看属性配装 由于惩戒齐的属性收益 在不同的阶段有所变化 所以我们只需要理解 相关属性的重要性即可 首先对于近战DPS来说 八命中和26精准 依然是颠捕不破的 最优先标准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八命中等于264点命中等级 26精准等于214点精准等级 其中复仇圣意 能带来10点精准等级 那一般来说 惩戒齐只需要从装备上 获取16点精准 等于132精准等级 而如果你的种族技能 有对应的武器专精 你也需要自行减去对应的精准 接下来是力量与弓强 力量作为惩戒齐的主属性 每一点能带来两点弓强 同时天赋里的神圣之力 能带来额外的15%力量 王者祝福又能带来额外10%的力量 这些力量都能转换为弓强 而圣光吃鞘 又能带来相当于弓强30%的法伤 要知道圣骑士的部分技能 是既是弓强也是法伤加成的 所以力量对惩戒齐的收益非常高 是任何阶段的第一收益属性 在满足命中和精准后 力量是你最高的追求 暴击与敏捷 所有的DPS都需要尽量多的暴击 由于80级物理和法术暴击的统一 所以暴击属性能同时提高 惩戒齐的物理和法术暴击 虽然法暴用处不大 但这也代表着双重收益 而敏捷只能为惩戒齐带来物理暴击 其转换比例为52点敏捷 等于1%物理暴击 而暴击等级的转换比例为 45.9%等于1%暴击 此外身为基础属性的敏捷 还会带来护甲以及躲散的可以 所以它会占用更多的装备等级 尽管敏捷能被王者祝福加成 但对于惩戒去打输出来说 尽量从暴击等级这个负属性上 来获得暴击更划算 急速对于惩戒齐来说 急速能增加平坎的速度 从而缩短复仇生意叠成时间 而更快的平坎 也能从侧面提高胜硬的附带伤害 但也仅此而已了 所以急速是个中庸属性 有用但没多大用 某些套装顺带烧三点急速 也别嫌弃 只不过不要优先选择有急速的装备 对于80级的骑士来说 32.7%急速等级 等于1%法术急速 25.1%急速等级 等于1%物理急速 而为什么在物理法术急速 都统一的年代 还会有这种差别呢 是因为暴雪在原始的3.1版本里 对萨满 骑士 德鲁伊 死亡骑士 从急速属性中获得的近战加速 提高了30%的收益 所以才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 破甲 惩戒的圣印 审判 奉献 驱邪 这些技能都是神圣伤害 无视护甲 而只有平坎 狮子军打击 神圣风暴 使物理伤害 所以惩戒其对破甲的收益比较低 基本上不要去碰带有破甲的装备 智力于法强 这两个属性对于骑士来说 都是有极其微小的收益 智力仅仅能使得在使用神圣啃球的时候 都会一丢丢的难 哦 还能带来极其微弱的法射暴击 而战斗中阻力的回来手段 智责审判和智慧审判 都是按照基础法律来计算的 至于法强 虽然对部分技能有收益 但因此在装备上去获取 是极其不明智的 靠声光出鞘 转化的法强就已经够用了 绝对不要拿法强装备 耐力与护甲 活着才有DPS 这两个属性顺其自然就好 每件装备都会很自然的 附带耐力和护甲 你不是坦克 不需要关注这个 最后一个另类的属性 就是武器速度 这一点身为近战 是必须要关心的 以前的审刑期 追求慢速度武器 这一点到了80级 依然没有变化 只不过武器速度的影响 在数值膨胀到80级的时候 已经不像60级那么明显了 我不会去反手的解释 哪个技能会受到 武器速度的影响 只是告诉大家 在同等装备 选择慢速度武器 是更有收益的选择 接下来看一下装备强化选项 首先是附魔 我就直接贴出绘整图了 每个部分的 最适合惩戒期的附魔 大家可以自行查阅 其中注意手套和靴子上 有带命中的替换项 这些是给那些 命中不合格的朋友准备的 当然部分部位 也有精准的附魔 只不过一般情况下 精准很容易从装备 雕纹种族天赋里得到满足 所以我没有贴出来 如果你真的需要 从附魔里找精准 护腕和手套部分 也有相应的替换项 只不过一般不推荐这么干 另外你学习的商业技能 有可能为你带来 更加优质的附魔替换项 我也一并标记这里 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替换就好 至于选择什么商业技能 可以去看我的商业技能 平息视频 宝石之快 多才选用残酷之大地青空钻石 相比之下 另外一个属性更好些的 混乱之天燕钻石 因为其需要两个蓝宝石 来触发而被放弃 然后找身上有蓝孔 并且插槽奖励最好的装备 用一颗魔画之类 或者梦魇之类来激活多彩 这是WK新出的 加全属性的特殊宝石 能对应红环蓝三色插槽 用来激活多彩 最好不过了 普通宝石方面 因为力量的巨大收益 所以陈杰奇 基本倾向于无脑力量属于宝石 而当某件装备的插槽奖励 大于等于4点力量 并且只用一颗黄色宝石 就能激活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插一颗力量宝鸡 双属性的橙色宝石 来激活插槽奖励 除此之外 都选用力量宝石 当然 如果你实在无法从装备和覆墨里 获取足够的命中 那么用宝石来补足命中 也是个最末端的无奈之举 小饼攀片 首先烹饪 你可以选择40力量的龙龄鱼片 也可以趁有钱队友 放出来的鱼肉严席 这道菜可以同时增加攻强和法强 对于陈杰奇之来说 是双重说意 所以也不比40力量差 当然 如果你的命中不够 就吃40命中的钱余大餐 或者生半蓝肉迷 药剂 大部分时候就无心动气合剂就好了 到了WK 合剂已经相当便宜了 如果非要吃小药 就是极效力量药剂 加极效思维药剂 药水 就是500级速的速度药水了 在技能分析里 我们提过 开场偷的一瓶速度药水 能有效加快复仇生意的叠成 从而让陈杰奇之 尽快进入到全力的收集循环中 战斗中视情况而定 一般情况下 就同样吃加速来爆发 而出现缺蓝的情况 就可大蓝吧 反正一场战斗 你只能喝一瓶药水 投注工程需要准备 煞龙鞋铁炸弹 和通用热力工程炸药 注意啊 这个炸药呢 是80级版本的地精工兵炸药 但是限制了地精分支才能使用 好在80级已经可以付费转换分支 所以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后治疗室部分呢 就是15分钟的冷却的黑暗浮闻 这玩意儿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用的 大部分时候还是老手的留给治疗室吧 其他的70级常用的 卷轴磨刀石油这些 这个版本已经移除了 不用再准备 好准备工作完整后 最后看一下惩戒骑士的竞争循环 跟猎人一样 惩戒骑士也是一个没有循环的之夜 你只需要关注这些你常用的速度技能 哪个冷却了就放哪个就好了 俗称哪里亮了点哪里 但为了应付多个技能同时冷却 或者开场时示范顺序的问题呢 我们依然要对每个阻力技能做一下优先级排序 同样的 惩戒骑士的套装特效会影响部分技能的优先级 所以我们要按照不同的装备阶段来简单区分 首先T7到T8阶段 也就是怀旧服的P1和P2 这一套是最初的优先级 注意实战中不可死扣优先级不放 这也不是优先级系统本来的目的 比如如果你的蓝不够了 你应该适当的停一下耗蓝量巨大的奉献 适时抽手来开一下神圣肯球 再比如如果你现在是AOE场景 最优先放奉献或者同时面对6个以上的亡灵或者恶魔时 神圣愤怒就成为了你最高优先级的技能 总之这套系统只是让你了解 在P1和P2阶段主力技能的单体有效值 并不是一个身斑硬套的循环 大部分时候你还是要遵循哪里亮了点哪里的终极策略 到了T9也就是P3阶段2T9的套装特效 将为你带来优先级的第一次变化 因为2T9使得正义复仇可以暴击 所以将能触发正义复仇的三个技能里 天生暴击率最高的审判挪到了第一位 没办法 谁让天赋里审判暴击加的高呢 这种情况下 就算你处于斩杀阶段 审判也是优先于愤怒之锤的 最后到了P4阶段的T10呢 2T10套装就会惩戒其带来核心机制 平坎重置神圣风暴的CD 于是优先级再一次变化 审判第一位是因为其伤害最高的同时 还是核心回蓝的技能 没有审判 其他的技能都是空中楼阁 接下来 因为神圣风暴能被平坎刷新 所以在冷却后要尽快打出 以免错过下一次的触发冷却 说实话 T10陈杰奇爽就爽在 无限神圣风暴上 而愤怒之锤这个技能 由于是法术技术伤害的判定 所以成长性比不上其他的阻力打的技能 越往后游先级越低 就是这个道理了 好了 基本上陈杰奇的技能示范呢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什么冷却了就用什么 同时冷却了就用游先级高的 完毕 最后呢 按照惯例的是战斗必备红 但陈杰奇确实没有称得上必备的红了 唯一的一个技能版评卡 在巴提这种技能快速冷却的版本 也基本上不需要了 而我这里展示的主力技能 取消生罗万象的红呢 是拥有城府的陈杰奇装用的 所以也不知道观众落叶里 有几个能用上的 点赞啊 不点赞你的城府任务 不掉碎片的 来来来来 好 那么老规律 开服后我在评论区分享 我的陈杰奇其他的日常用红 希望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来一起分享 到这里 惩戒奇事的指引呢 就完事了 大家记得多去莫专的 打一打免费的训练房啊 DPS的手感都是练出来的 下一期我会带来防奇的坦克教学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三连 我是小明 让我们下期重归北地 再见